嘿 是的我喜的啦 今天來介紹 摧毀強勢牌族 影片開始前先說明 卡牌強度會隨著版面不同 造成強度不同 純粹分享大家看看就好 摧毀流在順戰會強的原因 就是能不斷的控制場上的單位與數量 這大牌的理念很簡單 保持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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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不要做的太差 勝率其實不會太差 當然競技遊戲強勢只是讓你勝率上升 還是需要自己對牌有足度的理解 才能相扶相承 我們邊打邊說 第一局開始 開啟雷武利亞 此回合卡牌均不皆是 挺適合我目前的牌型 我又先打出斗耳魔 再給卡奈基給吃掉 斗耳魔作戰牌還是非常強 雖然必須丟一個能量1 不二攻擊的斗耳魔 但是可以換出一個 異能6攻的惡魔 而我們摧毀流 基本上要遇到凱等類型的角色 都可以快速結場 第三回合開啟拉曼提斯 運氣不錯 這個場地效果屬於摧毀機制 我們的死亡女神可以觸發她的效果 使她不用能量就可以召喚 非常OP 儘管不用場地效果 其實很多種手段 可以讓死亡女神變成零費登場 例如摧毀五個單位後 變成適能量 再用讓的話 也可以變成零能量 很多手段 接著 我打出勇度跟紅豆帽洗出來的惡魔 這張操作單純只是想讓月亮女孩 再複製零能的死亡女神 兩張就有24攻擊呢 打出夜亮女孩之魚 由於場地拉曼提斯的效果 對手打出的索爾 下張一定能拿出錘子 讓索爾加6攻擊 我很果斷直接放棄左側區域 盡可能不再投資 接著 我使用氣旋 把對面的卡強行拉到中間 我想要平衡雙方排的位置 好讓我第六回合打出首腦 跟死亡女神展開聯動 打出首腦 盡可能就是雙方排面一樣 並且分數領先對方 但我相信我的死亡女神 給力 所以這樣布局 對方打出黑批雷 把我一張死亡女神丟掉了 他這套牌組剛好是來克制我的 但是沒有用 我排運不錯 接著 我把死亡女神打在中間落後區 首腦下在優勢區 拿下這場勝利 第二局 第一回合雙方卡首牌 場地有身後宇宙 跟防攻堡壘 我自己打牌習慣是 有針對特定流派加倍的場地 我都會想跳 呃 不過這場我有預感我會贏 就打了 雙方各自把牌打在第三區 沒有開啟的位置 我打出星星 而對手打出正暴人 正暴人一出 對手應該是個出色的愛國者吧 右邊場地開啟了極樂禁圖 所有能量消耗少一 節奏會變得很快 接著 我趕緊打出紅豆帽 跟卡奈基 穩定右邊分數 而對手就是個愛國玩家 沒錯 而到了第四回合 我的月亮女孩沒出來 我又打了浪 多虧了卡奈基的摧毀刺刺 我可以打出死亡女神 跟惡魔 而對手有點出乎我預料 打出了末日博士 單純只是有點久沒看到博士的出乎意料 呵呵 第五回合 實在沒什麼好下的了 下個綠巨人吧 結果對方打出魔劍式 要跟我來個延長賽 這個綠巨人算是單卡OP角 只要你能量沒用完 下回合綠巨人就可以減少沒消耗的能量 例如上回合有兩點沒用完 下一回合綠巨人就變成四點能量 就能召喚一卡萬用牌啊 第六回合 我結束想用首腦決勝負 先用氣旋把他們拉到中間戰場 平衡排行 左右兩區我是贏的 所以我要放棄中間區 喔 拉到大獎啦 把模型裡拉過來了 他複製鋼鐵的效果 那我這把穩了 彈指打出首腦 結束游戲 第三局 恩這場排行復復打個永度放中間好了 完蛋 來個太空王座 只能放一張卡在中間 對面好像也是摧毀流 額會來救我嗎 第二回合放下紅豆帽跟星星 基本聯動 對面不是持續流 我就安心放了 不怕凱 因為沒有凱 第三回合 我用死亡戰士清場 整理場面 對面打出了死士 一臉很調皮 第四回合 好卡手 還好我能量一出 有綠巨人不怕 打個惡魔放左邊 中間那個王座 真的快暈倒 對面放出月亮女孩 同行嗎 第五回合 接著我按照計畫 打出綠巨人 當他打出奇眼猛格的瞬間 幫我解套 遊戲結束 左右區域分數優勢 中間放下死亡女神 右邊放首腦 無敵combo 這道首腦死亡月女的排圖 你學會了嗎 我是CTC的 我們下次見 大 пу德 二次 紫禁 照片 剛才